行 再往后说吧 我五点下班 每天他都是接我的 然后后期慢慢他变得 就是总共找借口说不接我 关键晚上我下班去兼职 他都知道的 而且我下班 离我兼职的路程 得将近半段时的时间 也没有时间吃晚饭 然后那天堵车 坐公交车 走到我们那个桥上边 我看堵得实在太严重了 我又要迟到了 我就下车了 我回头我就跑着去吧 我行程我给他打个电话 想让他安慰我两句 但是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说了一句 我在忙 你自己去吧 就是我一边往上班的路程 走的时候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说你自己开着车 在外边 然后我自己就是 跑着去上班 你就一句话 就把我给敷衍了 那时候吧 咱俩正在冷战 说话就是 关系特别复杂那时候 说话你们俩就谈了 两三个月的恋爱 已经开始关系复杂和冷战了 你看看 那时候已经冷战了 因为他脾气平常 就是对我拉了个脸 没有什么太好的时候 你走啊 那不是放不下吗 什么放不下 不是两三个月吗 喜欢他 喜欢他 喜欢他你看着他 哭着 对吧 他腿着 你折磨着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喜欢吗 对不对 而且你怎么喜欢一个天天 跟你拉和这黑脸的女人 为什么呢 我喜欢他是喜欢他那些 就是特别有正能量的那个形态啊 后来慢慢一点 这世界上正能量的姑娘多了去了 你喜欢正能量 你可以随便找 你只找一个对你 天天有笑脸子呀 脾气好的呀 你们干嘛谈恋 我这么听起来 这恋爱谈得不到半年 两个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 就互相彼此的印象 都不是那么特别好 女生的评价是 没有上进心 不在乎 男生对女生的评价是 有正能量 但是脾气不好 天天拉个脸子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平时挺关心我 我就希望我俩以后日子 就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是 你讲的 我可没听出来关心啊 因为他就是做的这些事 在我心里边 我始终翻不过去嘛 这只不过是七一 七二 我都选择原谅他了 然后第三件事 我晚上兼职的时候 给他打电话 下班 他也不急 然后很晚了过来接我 他说他拉滴滴忙 我就拿他手机 我就看了一眼 我就看见一个女生 给他回的微信 说晚上吃饭吃得开心吗 你到家了吗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女生是什么回事 这个女的就是 之前稍稍对我有点好感 总跟我打电话 总去联系我 包括那时候也是 没抵得住诱惑 就是说咱俩一直在冷战的时候 碰到一个就是说 不冷脸对我的 我就稍微没控制太 那你觉得我晚上去兼职 不也都是为了让你 能减轻点负担吗 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行 这又是一个钉子啊 就是能陪你玩的女生 可能会很多 但是能跟你过日子的女生 能替你想这些的女生 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 对啊 这不也是我坚持到现在的理由吗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的电话号 传成信用卡 他名字叫信用卡吗 他总是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你可以聚集 你可以告诉你有女朋友 但是这些你都没有做 在外边也都说 他没有女朋友主持人 包括后期我也改正了 这件事不都是之前的事吗 我过去很久了 我现在态度也短正了 对你不也是 包括比刚任的时候还要好吧 但是你之前做的这件事 一件事 两件事 三件事 我都可以原谅 但是你总是没完没了啊 嗯 还干了什么了 小姑娘这事 打电话 发微信 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她瞒着我 跟他们出去玩了三四天 所以我现在心里边 自己的坎儿也过不去 包括对她的态度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去 相处也去了 你刚才说你喜欢她对吧 对 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喜欢 为什么做这么多 让她难受和伤心的事呢 这都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都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了 你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不是那样了 是吧 现在我真不是这样了 因为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的话 到那天已经截止了 截止了之后的话 我跟以前那些 包括朋友 包括女性都没有联系了 断得特别彻底 我也是特别烦死这个事 的确是我做的错 那就说后来你们相处得很好 我去尽力去补救这些事 我做的也够多了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包括每天早上去送她 晚上接她 包括她想吃什么 我会做的我就给她做 包括以前都是她做饭 她做饭特别好吃 我不会做饭 后期的话我就去学做 我就给她做 我好奇地问一句 这是为了要赎罪 还是因为爱她 不是 我是真放不下 我是真醒悟了 感觉到我做的真不对 对 好 好 好